全球環大家好 歡迎收看模型創世紀 我是小月亮 首先在這裡向大家拜一個早年下 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裏 財源滾滾 買越來越多的膠 其實在去年12月鎮市 我們就已經收到兩款 非常新奇好玩又刺激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一直忙 所以我們到現在才開始拍片 而今天和大家帶來的 就是由核城製造他們所推出的 新款原創IT機格模型 霍機仔 第一彈的商品就是浪人和激蟹 說到核城製造 想知道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們之前的產品 例如代號硬刻 裡面的圓錘機格 還有猛獸盒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受歡迎的 甚至是軟銷到11區 榮我國光 他們家裡的產品特色究竟是怎樣的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涅化的去發展 同時在材質和設計方面都是很考究的 整體都透露出非常獨特的象心 所以所有產品裡面 他們都有一種從骨頭裡面滲出來的工業美感 而今次的搏機就是 本身我是以為他們是一個拼裝模型 但是最終拿到手後才發現是成品 不過仔細想想一下 如果考慮到賣點下 造成成品的話 其實是更合理的一個選擇 因為成品的把玩耐用性會更加高 整體的用料都算是比較紮實的 外甲的零件就進行了磨砂的處理 所以摸起來的手感就像噴了一層燒光的樣子 質感表現還是非常不錯 除了個別的小色塊和圖案之外 基本上都是成形式的靈液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地去把玩 而整體的關節是偏硬的 不過只要我們暴力把玩一番之後 關節就會流暢不少 還有部分地方我們可以看到藍丁膠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這款不是最終版而是內部版 最終的產品我估計可能都會做一些細微的調整 而配色方面 裝甲是藍灰加灰色 骨架就是接近鐵色的棕色 是非常具有寫實感 搭配橙色的零件 雖然視覺出力是很實足的 不過我個人就覺得一般般 總是覺得好像有點唐突 接下來就分別看看這兩款機格 首先我們看看浪人 作為標準的人形機格 其實整體關節結構還是非常有趣 坦白說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給我一種類似Cham珠巴巴特斯骨架的經驗 因為它整個軀角部分是完全沒有傳統關節結構 所以它的可動範圍是非常非常驚人 沒有了傳統的脊椎結構的速度 它們腰動的可步是非常令人害怕的 感覺已經不可以用常規的可動測評去評價 雖然就人形的概念來講 它這種結構是非常之獵奇 但是也可以擺出不少只有機器才能做到的動作 工業感十足 由於沒有傳統的腰部結構 它兩條腿是直接連接在小腹上面 側台是一定有干涉 但是可以通過拉窗一些關節軸 來解決這些問題 扭腰是通過股關節解決的 幅度雖然說不是很大 但是配合液添的胸部結構 效果是遠遠超出預期 肩膀和驅蓋是分離結構 兩邊的圓孔可以旋轉 上面還有一個拓展折口 拆開一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得出驅蓋的結構 續關節單段關節可動有10度 但是我們輕輕拉出來少少 就可以提升到120度左右 整個手臂是三條結構 手掌是直撞加球軸 在可動和拓展上面 可以取得一個不錯的平衡 而膝蓋部分是二段關節 所以180度是沒有壓力的 而值得一提的是 膝蓋將拓展的接口和平轉的關節合二為一 使他的小腿部分可以進行平轉 而這個設計和阿蘑的神高達是很相似的 擺姿勢的時候也會帶來少驚喜 而腳掌的球型關節 接地性就說真的比較一般 只可以說是足夠夠用 頭部就比較簡單 雙球型關節 全感器綠色塗裝 不是好通透 武器是兩把熱能刀 以及非常有戰取風格的連鋸劍 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分解 葉能刀也可以實現雙頭劍形態 握持手和造型握頂是直接相連的 有正向和邪向兩種 配合開掌握拳 數量上其實也挺豐富的 而機械呢 就充滿一股合金裝備的味道 他的桌布是機械一樣非常十足的翼竹 關節十分豐富 特別是古關節的多段設計 對於接地性的提升是非常有幫助 跟腿部的數個可以平轉和虎旺的關節配合 他可以擺出很多有趣的姿勢 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的腳掌是三寸金蓮 看上去的設計不錯 但是會拖累了他接地的穩定性 跨部還有外掛一台小型的機格 可動上可 當作是送的 因為沒有區塊的部分 取而代之是像龐蟹一樣扁平的身體 要擊鞋我估計大概原因就是這個 而我上面的透明件很多 整體是非常好看的 擴展口數量不少 但是位置都比較尷尬 中間就有一個展開的結構 非常入MGS味道的全感器設計 手臂結構相對於浪日來的 尤其是重慮?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驅驚運動的新人 之間的浪日來的 算是有 time 我不用交通 不說我 會充滿智慧的 噁心 這位真是超級鉄道 卻但是因為 人們的頭 offers 我肯詮在手勺 就是 自然一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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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